現在我們真正要來玩這個之後啊 就要進到 不只在模擬器囉 我們要往下走 進到我們簡報的第32頁那邊 真正寫程式的 就是控制一體的 其實是在這個地方 在33頁這裡 你可以從這邊點進去 那點進來之後呢 有沒有覺得跟剛剛那個很像 跟剛剛模擬器的畫面有沒有很像 哪裡不一樣 你看一下右上角 你有沒有覺得右上角有少什麼 有沒有發現沒有那個房子 我們有房子才有模擬器啊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來到這邊這樣就對了 那第一件事情 麻煩你把你的ID打進去 如果有變綠燈 表示怎麼樣 一樣齁這裡按一下打開 你把你的ID打進去 確認一下你的ID 有沒有在線上 好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 我們剛剛有沒有一個開發板 而且呢 我們模擬器跟這邊還有一點不一樣喔 你注意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兩個 有沒有一個叫O 一個叫S S就是專門給Smart用的 這樣了解 專門給Smart用 O的話就是因為 WaveDuno它本身還有其他板子 比如說馬克一號啦 Flight啊 那就是所有的積目都會顯示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減少干擾 你也可以直接選擇O 就是選擇S啦 因為我們現在用Smart的板子嘛 這樣有沒有了解 可以齁 所以這兩個地方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你去到的地方是不同的 那我現在把開發板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 那我現在開發板 並不是馬克一號或Flight 而是我們現在手上用的這個小的 叫做Smart 我會透過呢 這個Wi-Fi連線到這個裝置 所以你的裝置名稱 為了怕你不小心打錯了 你可以從哪裡 像我在這邊已經有了齁 所以從這邊佈置一下就好 所以你待會 像我在這裡 我就把它貼上 我用貼上的就好了 Ctrl加V也可以 這樣我可以比較確定 因為有時候不小心打錯了 打錯就比較麻煩 那現在這樣子 你看左手邊 有沒有分 跟之前不一樣 有分元件跟傳感器 那我就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是元件 什麼是傳感器 一般來講 我們可以簡單的分類一下 元件就是指 不會回傳數值的 你看我們的燈打開關掉 會不會回傳數值 不用 但是我們剛剛有沒有玩過超音波 超音波 要不要把它的距離回傳給我們 要 溫濕度也要 所以那一種我們承受感測器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 現在知道之後 你看我把它打開 有沒有 X1燈在這邊 然後呢 如果是傳感器 這裡面你就看到更多 因為模擬器只有一部分而已 這部分 像我們超音波這些都在這裡的 所以還記不記得剛剛這個燈怎麼寫 按住了 拉出來 現在腳位在第幾 是不是接在第二個 對不對 因為我們Smart上面接二啊 嘿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 把它閃爍一下囉 按捏 所以我play一下 你就看看你這個裝置會不會閃爍 有沒有在閃爍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完整的喔 完整的喔 來給你試看看 簡報的第幾頁 第32、33頁 那33頁那裡有網址 好33頁那裡有網址 欸你們要 離開模擬器囉 要離開模擬器囉 你回到簡報去 到簡報的第33頁 好 第33頁 那邊有我們那個政治積木的網址